Tex加Labs加Value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是用Ear也可以 Ear-191也OK 所以你也可以在旁邊多增加一個叫插入函數 然後用 可是這個可能就是要切到日期與時間的Ear 這邊有一個 那Ear給它一個日期就可以 它會取得日期裡面的年 所以得到的話應該是1981 然後1981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減掉多少 減掉1911吧 然後打個勾 而且喔 因為Ear得到的是數字 所以減掉數字之後的話 還是數字 OK 但是它會有個問題 它會誤以為說 你這裡面放的是一個日期 所以自動會幫你把它轉換成日期格式 怎麼辦呢 它太敏感了 它會自己以為說這個日期 所以你把它轉回通用不就好了 有沒有 它剛剛幫你把 所以以示威有個缺點 它會一直常常誤以為你是日期 它以為是一而的結果就是日期 不對啦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 你把它改為通用 按個確定 這樣就OK了 所以格式再改回來之後的話 再向下填滿 你會看得到的結果也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一模一樣 而且一樣是靠右對齊 所以確定它本身就是一個 那個什麼 數字啦 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要統計結果的話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說 哪個年次的人最多的話 類似像底下這邊做一個表 統計表 跟一個統計圖 有沒有 簡單嘛 一看就是70年次最多嘛 那這個怎麼做的呢 你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所以如果我講說 其實最重要的 包含函數之外 那再來就是樞紐分析表 那可是特別注意 樞紐分析表 有一件事一定要特別注意 一定要是正規化的一個表格 所以上面這兩列 不應該出現 反正將來如果你第一列 如果假設不是欄位名稱的話 請你把不需要的東西 一律把它移除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移除之後的話 我們再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應該就沒問題了 樞紐分析表 直接游標放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呢 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幫你選起來 這個應該沒錯啦 按確定 再來請你怎麼樣 把那個年次拖拉到列 再來把年次拖拉到尺 OK 那你會發現 拖拉到尺是計算的部分 它會用加總 可是我不是要加總 我是要算幾個人 所以請你把它怎麼樣 直軟位設定 點這個箭頭有沒有 把它改成算幾個 就是項目個數 其實就是count 就是幫我count算一下幾個人 好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它會顯示出來 哪個年次人最多呢 好像71年次人最多 有沒有 然後其次好像就是 12個人應該是73 再來就是11個人 這72 可是你說 老師我不是要 單一年次哦 我是要70到79 有沒有 50到59 就五年一級生嘛 60到69 所以呢 最後我們需要做一個動作 就群組 特別是群組 一定要是數字哦 如果不是數字 大家看不懂 OK 所以 我剛剛有強調 一定要是靠右對齊 如果你靠左對齊 很抱歉 你沒有要去 那怎麼群組很簡單 在這個資料上 按年次的下方這邊 任何一個儲存 按右鍵 它會出現有一個叫什麼 組成群組有沒有 那規則的話 特別注意 因為它最小是58啦 可是我們不能說 因為它是 兼具值記得就是10個嘛 有沒有 就50到50 所以特別注意 你可能開始 要把它改成50 然後結束的話就79 這樣他才知道說 50到59 就是兼具就10嘛 你不能58哦 58開始的話 就變58 可能叫到67 那就不對了 OK哦 所以 50到59 因為兼具值 我設為10 那所以 它基本上呢 到79的話 就是5年級 6年級 7年級 OK哦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把 這個年次有沒有 幫你算出來 有沒有 這三個嘛 好 那這樣的話 其實有一個統計表就有了 如果你要做一個統計圖怎麼做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都幫你準備好了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樞紐分析圖 那你就直接選 這個樞紐分析圖哦 哦 特別主要 它在分析裡面哦 如果你假設不小心點別的地方 你再找分析就可以了哦 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 找一個 我們最簡單的直條圖就好了 按確定 好 那把它移過來 有沒有 你就會知道說 到底 哪一個人 哪一個年齡層的人最多了 有沒有 這邊就是7年級生的哦 所以今天的話 最後就是把那個樞紐分析表的部分 試著做做看好了哦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我剛剛是在增加一個一額嘛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再多一個年次二好了哦 然後呢 公式好像更簡單哦 一額 哦 這個日期 再減掉1911哦 這第一步哦 第二步的話呢 記得 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前 你要先確認一件事 就是你的 欄位名稱 一定要放在第一列 有點像是資料的正規化啦 如果你那個資料 亂七八糟的啦 哦 還有一點 樞紐分析表裡面 不要合併儲存格 他看不懂哦 所以要避開這些 而且也就是你要給他的東西 就是一個一個正規化 類似像一個資料表 的一個結構 標準的哦 你不能 好 亂七八糟的哦 OK 那再來的話呢 才是插入 插入那個樞紐分析表 他就會自動幫你跳出一個 年齡統計有沒有 那我再來其實就是呢 把年次哦 直接拖拉到 這邊 再拖拉到這邊 並且改成技術哦 有沒有改成 不能是加總哦 啊再來就是最後就是在這邊 按右鍵 把它群組起來 群組的話是50到79 間距為10 這樣他就會 就是幫你把它做成這個10個為區間 那並且畫一張圖出來 這樣就完成哦 請各位試試看哦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呢 其實 主要就是 我們前面主要是 要能夠產生 某個欄位 你才有辦法做後續的那個統計分析啦 那如果你要統計分析的話哦 當然 以色有的很大一個特色 就是樞紐分析表 跟那個樞紐分析圖 那你說 這個東西哦 我是覺得就是以色的賣點 因為你在其他工具真的找不到 這麼方便 即便有 但是我是覺得還是操作起來 沒有像以色有這麼方便 像Google市算表上有 可是我覺得還是不如那個以色有來的方便 因為他可以直接拖拉嘛 我覺得真的太簡單了 哦 那其實樞紐分析表哦 哎 就等同有點像 以前如果我們做 就有點像資料庫啦 資料庫以前如果要做統計分析的話 可能還要先學一個語言叫SEQL SEQL的就是資料庫的這個這個程式語言 那我覺得還是太難了 那樞紐分析表真的可以把 那個資料的統計分析 真的可以簡單太多了 OK 你會馬上就知道說 哦 到底哪個年次的人最多 哦 那同樣的道理哦 如果你假設要知道說 到底這個會員裡面 哪個雪形的人最多的話 其實也一樣嘛 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你把雪形拖到列 再把雪形拖到尺 有沒有 那就結結果就有了 那你再畫個畫個圖就有了 OK 你會發現 如果以後要做樞紐分析表 真的太簡單了 只要有那個欄位出來 如果那個欄位不存在 沒關係嘛 你就要想辦法把它變出來 要不就把資料 分割了嘛 要不就把資料 幾個欄位合併 變得有那個欄位 這樣就可以很簡單的做後續的 統計分析了 而且你要把資料視覺化呈現 很簡單嘛 就是用一個樞紐分析圖 其實樞紐分析圖 其實在eSale裡面就是插入圖表 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只是說他把它獨立出另外一個按鈕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那請各位試試看 那請各位試試看